想要为项目去添加新的特性 但是呢 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可不可行 或者去修改项目的bug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项目呢 去创建一个分支 然后在这个分支上面 你可以提交对项目的修改 完成以后 你可以把分支合并到一块 查看当前所在的分支 我们可以使用GateStatus 输入GateStatus 在这里会显示一个 OnBranchMaster 现在呢 在这个Master这个分支上 也就是主分支上 查看项目上面的所有的分支 我们可以使用GateBranch这个命令 目前这里面只有一个分支 就是Master 注意呢 在这个分支名称的左边 有一个信号 表示呢 当前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Master的分支上面 创建一个分支 同样我们可以使用GateBranch这个命令 输入GateBranch 后面加上要创建的一个分支的名称 比如我们想为项目去添加一些 针对移动设备优化的一些功能 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分支 在这个分支上面呢 去做一些修改 如果可行的话 再把这个分支合并到主分支上 那么如果不行的话 就直接可以把它删除掉 这样呢 不会影响到Master分支 或者是其他的分支 这里我们可以叫它Mobile Feature 然后再用GateBranch 去查看一下项目上面的所有的分支 在这里你会看到 刚才的创建的这个分支 Mobile Feature 要在这个分支上面去修改项目的话 首先呢 我们需要去切换到这个分支 这里我们用的是GateCheckout这个命令 后面加上分支的名称 输入Mobile Feature 这里提示我们切换到了这个Mobile Feature 这个分支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再用GateStatus 或者是GateBranch 去查看一下当前所在的分支 输入GateBranch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Mobile Feature 这个分支的左边 会有一个信号 表示当前我们是在这个分支的上面 有一个图 bij 无论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反应 有一个图像你们要先 然后再用GateBranch